感謝各位媒體朋友們今天參加我們這個2024美國西部臺美人夏令會的記者會 那其實辦這場記者會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夠趁這個時候讓整個西岸或整個北美地區的鄉親都知道說 我們在洛杉磯今年要辦一場非常精彩的夏令會活動 那我們知道說其實東岸跟美中那邊的夏令會的活動訊息都已經出來了 那但是呢就是說美西這邊呢還是現在目前還沒有完全的出現 所以呢很多人都在外面都在講說到底美西節目這次會有多好啊 那今天呢就是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能夠跟大家來介紹一下今年的節目 雖然說今天講的節目還不夠完整因為我們還在陸陸續續的確認當中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從這五頁的新聞稿裡面已經非常多東西在裡面了 所以呢我們很期待這一次的夏令會 那2024北西夏令會將在7月12號晚間至14號下午在羅斯米市的Double Tree Hotel 盛大舉行 那這個三日兩天的假期活動呢我們預計會有大概四十幾名的獎者 所以呢這個是空前的那個規模 我們其實四十幾名的獎者呢也是經過過濾過了 因為有一些其他的獎者因為台灣那個跟我們講說他想要來 那我們沒有不夠那個空間不夠那個機會讓他們上去 所以我們必須要婉拒 但是呢這四十幾名呢現在目前呢都是非常優秀的人士 那有包括這個台灣還有台美關係方面的專家 然後呢當然也包括台美人社群重視的一些生活議題 比方說議文方面或者說健康方面等等 那這一次呢就是很高興能夠請到這麼多的獎者 願意跟我們共襄盛舉 尤其是陸過傳機在九年之後呢再次辦理的一場活動 那我們希望就是這一次能夠辦得更好 那當然呢我們也很感謝今天我們有那個Tony Lee 是他其中二零一五年的那個主席在場呢 因為他所對於這樣一個基礎呢 讓我們陸傳機今年呢希望可以在這個基礎上面辦得更好 那我相信請我們Tony Lee來為我們說幾 介紹一下那個下令會的解釋 事實上美西下令會在2014年 有中大的一戰士 有中大的三四年還是四年 在我記得最後一次是2009年 然後後來在2014年的時候 由黃明珍他們又開始了美西下令會 那2015年是我跟Wendy和米拉在洛杉磯舉辦 就舉行了一次的下令會 所以陸陸續後來就是在2015年以後 就開始每年都有下令會 所以這個是一個台灣人 一個台灣人在西岸 西岸的台灣人一個傳統的一個聚會 然後我們針對台灣的前途 然後對台美人在美國的地位 做一個研討會然後做一個報告 現在美西下令會是一個non-profit organization 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所以說我們希望尤其這一次的主題 可以更涵蓋的層面更廣的 包括台美人還有台美人還有台美人 還有台美人一代二代三代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會 今年我相信在Kent的主導之下 我們會吸引很多的第二代第三代 台美人的參加 謝謝 謝謝Tony 我們知道說其實這個美西夏令會 它這個成立的時候 他們是一個立案的組織 所以他們有一個宗旨 宗旨就是第一是促進所有年齡層 和性別的台美人之間的友誼 分享經驗和社會聯繫 特別是居住在美西的台灣人 再來就是促進在美國的台灣組織之間的 互動的合作 還有促進台美人為美國社區 做出最大的努力與貢獻 最後就是保護台灣文化傳統和遺產 所以當我們辦這個夏令會的時候 我們禁所能的去符合這個宗旨的要求 所以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夏令會的節目裡面都非常多元 那這一次的活動 像我們剛剛講的日期 是在7月12號到14號 然後在Double Tree Hotel 那Double Tree Hotel 我們知道說在洛杉磯很多家 是在Rosmeade 888 Montebello Boulevard 的那個橋營的那個魚館 為什麼選擇這個地方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很多人他們飛到洛杉磯的時候 都會去兩個國際機場 一個是LAX 另一個是Ontario 那剛好呢 這一個 這個Double Tree Hotel 不只他是橋營的 而且呢 他又是在這兩個機場的中間 所以我們覺得說 對大家來代價是最公平的 再來就是我們這一次的夏令會的主題 是投資台美人 增值挺台美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主題呢 因為我們發現說其實過去非常多的那個台美僑團 在幾十年來呢 為了這個我們社群做出這麼多的貢獻 然後做出這麼多的努力 但是現在目前都漸漸凋零 然後突然就是面臨傳承這樣子的危機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這麼好的一些社團呢 這麼好的一些僑團 都會讓台美人重新認識他們 然後重新了解他們存在的價值 像比方說這個發趴 或是說像這個會館啊 人權會等等 這些都是長久以來在這個 我們那個僑區裡面 做出非常多貢獻的社團 那希望就是說 有更多年輕人 更多新世代 了解說台美的資源 在這些僑團裡面 然後你希望說他們 有一些閒錢 有一些精力 能夠投資在這上面 那我們這次活動亮點呢 主要來自台美兩邊不同領域的知名獎 這超過四三名 那重點的議題包括法律建國論述 那重視心理健康 培養台美職業運動家 那突破選戰的基本盤 還有中共跨國鎮壓的疑慮 還有重新認識 就是我剛剛講 重新認識需要社區投資的 台美人超團體組織 那現在給大家 稍微看一下就是說 這次講者 但四十幾個講者 我只挑幾個而已 那看到就是其實都是 蠻多知名的人物 林昌佐啊 黃姐 那藍士國 高家瑜 呃 戴維山 然後那個 楊思棒醫師 然後皮靜兒 張偉倩 他現在是新北市的民進黨黨團總召 還有周梓軒 之前是 自由台灣黨的部分區 立委候選人 還有羅勒法力 然後呢 再來就是一些我們 可能在台美社區比較認識的 還有像凱倫高 他是一個知名的劇作者 那個 作者跟編劇 然後陳乃瑜 然後他姓北市的議員 以前的主播 然後當然 林榮松醫師 大概都很熟悉 那還有這個 蕭執行長 他現在還是爸爸信任的執行長 那 廟柏雅 這個 成桂林會長 然後 李教授 李青木教授 還有包括我們這個 台美小姐 那個 然後當然 我想可能很多人知道的這個 信用卡達人 老狐狸他也會來到我們這裡 這裡跟大家講解 那這個呢 其實就是 目前我們一些確認的名單 那我 放了這麼密碼 只要知道 真的很多人 這不是全部的名單 那所以呢 就是希望很多 就是說我們希望塑造的一個 夏令會 是你沒有辦法去預知的 就是這裡面的節目 每一天都可能很精彩 每天都有興趣 所以 你最好還是每天都來 這樣子 那 另外一個活動亮點 就是我們有 舉辦這 一邊一國台海和平青年論壇 這個是大概沒有一個 其他夏令會有做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我們希望邀請台灣 然後呢 中國香港 還有這個 國際社會呢 他們支持台獨 挺台獨的青年 然後他們聚集在一起 就這個議題 怎麼樣去落實 促進這樣的終極和平 做出他們的看法 跟分析 因為畢竟年輕人 他們的想法 可能是未來的主流 所以呢 如果說他們都朝這個目標 如果相信這個目標是對的話呢 那他們的論壇應該是非常有意義 那再來 我們有新增 這個兩日的新世代活動 那就是台美接班人文化 就是台美歷史 那有些其他不一樣的地方 像比方是扣財班 然後呢 還有一些 那個職涯的啟蒙 讓他們知道說 為什麼以後 要上班 要賺錢 然後呢 要那個 努力的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 就像我們的台美 那個 夏令會終止其中之一一樣 那 有些重大問題呢 是我們這次夏令會想要 試著用這些講者 他們的分享呢 來去回答的喔 第一就是為何過去數十年來呢 在舞台前後不斷出力的這些 台美社團呢 去面臨生存上的危機 再來就是台美人 無論是平均收入還是教育素養 其實都是亞裔裡面 亞裔已經很重視這兩個東西了 那他們在裡面就是數一數二 可是呢 台美人這麼優秀 那為什麼在這個實質影響力上面 永遠沒有超過其他的亞裔族群 或者說其他的那個美國族群 這就是我們想要試著去回答的問題之一 那還有呢就是 更勝地固教育方式 像台美人的父母常常就是 希望小孩子努力讀書 然後考試 然後之後呢 可能就是爭取一些科版印象裡面 認為是高尚的一些職業 但問題是說在美國 真正是美國夢的一個國度呢 這裡其實是行行出狀元的地方 那我們希望就是這次 藉著這個不同的台美人 像比方說他們在這個娛樂方面 或者說在職業運動方面都有展破的 然後或是那邊的專家 可以來跟我們講 台美人怎麼樣可以在這方面的 能夠去進一步的 得到更多的影響力 然後希望 家長未來的能夠去培養 下一代的台美人的那個職業運動明星 或者說這個娛樂介紹的明星 那再來就是下一場選舉 其實很多人常講說 下一場選舉 會不會就是台灣最後一場選舉 那現在目前台灣呢 雖然說很民主化 但是現在中共呢 他們也是很了解 怎麼樣用這個民主 來去攻擊台灣 來去那個分裂台灣 所以呢 這一次的選舉 這一次的那個 下令會裡面 我們請到一些講者 他們監獻選區裡面 都是戰功累累的 那希望能夠讓他們 來分享一下他們的兵法 跟他們的那個計劃 然後讓我們在未來呢 能夠突破基本盤 然後呢 取得那個勝利 那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下令會呢 一個很大的賣點之一 那我想要請我們的 執行副總召 黃新瑶 那個Sharon 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們會有那個 三天兩夜的會後友 或者是四天三夜的會後友 那三天兩夜的會後友 是走海邊的海洋精神 那從7月15號到7月17號 那旅途的景點 因為是從外周來的 朋友會參加 所以有的景點 我們會包括來參觀台灣會館啊 或者是Huntington Library圖書館 或者是米克森的圖書館 就是這些景點 都是會有關於台灣的 然後還有行程費用 就是三天兩夜是600塊一個人 然後是雙人床 那如果你是單人床的話 要多加100 那也有那個招鳥的費用 招鳥費用是570塊的一個人 那四天三夜主要是走三線 那也是先來台灣會館啊 然後Huntington Library也去 然後還有會跟那個小英總統 這一次跟那個 美國議長麥卡錫一起 揮護的那個雷根總統紀念圖書館 那行程費用就是1000塊一位 然後是雙人床 那如果說單人床的話 就是要再多加200塊 那找鳥的費用就是950塊 那這些所有的包價都是 包含時數跟門票 那就是我們會有那個QR Code 或者是有LINE的群組官網 然後讓大家進去購票 謝謝 接下來我想請問我們的那個技術組長 那個Warner來介紹一下怎麼樣去報名 然後怎麼樣去追蹤我們最新的訊息 有興趣參加活動及會後旅遊的僑胞 需要先報名購票 等會將在4月裡開放外接報名 報名連結可以參考活動文宣的QR Code 或者是由這個連結完全線上報名 我想得知最新下令會訊息 也可以參加下令會官方的LINE的群組 連結在片段上面也看得到 你也可以到臉書去追蹤我們的一些最新訊息 或者從官網查詢 目前立即早了報名 將在5月22號截止 好 那我想稍微澄清一下 那個官方LINE的那不是群組喔 因為群組我們到時候會在裡面 可能就是有些人會丟長輩圖啊什麼的 然後就很亂 我們這是官方帳戶 所以比較一對一的喔 非常那個 不能講親民的那個就是說 如果你有什麼問題有怎麼樣的話呢 我們只要在上面問 然後我們就直接回答 對 所以呢 不會有其他任何的人在那邊 我們後來發現做過不少活動之後呢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方法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這一次我們下令會的團體呢 跟以前其他的下令會的團隊不太一樣的是 我們這一次年輕人的那個比例真的非常高 大部分人家想說 那下令會就是一堆老人在那邊辦一場活動 但是今年呢 我們那個影法組裡面的年輕人 Tony 實在是我們年紀最大的 那那個剩下的都是大概三四十歲左右 或是更年輕 那這次我們希望就是能夠帶來一個全新的這樣子的一個 有活力的團隊 那接下來就希望每位媒體朋友可以幫我們去報導 然後呢也幫我們轉發給有興趣的那個鄉親 那開放任何媒體朋友有問題想問我們 謝謝 謝謝